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被告的情形 因為大家都曉得嘛 被告是這個法院的院長 今天這個審判長 今天這個審判者 他是台北地院所屬的法官 所以 面臨自己的老闆 被 當事人所告的時候 我相信 他至少會戒身恐懼 恐怕 這是很正常的我覺得 他肯定會緊張 因為 這個跟一般案子不一樣 你審判的是 被審判的對象 是他的直屬長官的意思 那今天整個庭的過程 只是在 釐清雙方所告 當然 大致上已經把這個案子 我們所想要告的內容 從 侵權行為的本身 到跟張永慧之間的 共同侵權行為的關係 形式上叫共犯 跟精神上的損害 而 這個 原告彭文正所受到的侵害 又包括了 訴訟權的侵害跟民意權的侵害 所以 法官今天倒是問了滿細說 那你們各自的分配 主張的損害賠償是多少 基本上 今天把 就是說 法官想要將來判決的時候 他想要知道的 今天他基本上都問了 那不一定有答案 為什麼 因為兩兆 尤其是被告 他說他還要回去寫狀子 再成名 所以我們也在等被告的狀子出來以後 進一步的撞出來以後 我們這邊也才會回應 我們要看他 把他變得如何 這算有誠意了耶 法官 今天的法官算有誠意了 我覺得 我想 今天算是 我認為 如果每一個法官 都能夠像今天這個法官 司法 大家對司法的怨氣 會降低很多 平常心講 但是有很多的案子 法官對於兩兆當事人 甚至律師的態度不好 我相信 彼彼皆是 我相信台灣很多律師 都可以舉出他們 受窩囊器的例子 而且 他比黃偉好多了 至少他還要請了律師來 對對對 他比黃偉強太多了 至少 這個我們今天這個院長 黃國中他還請了律師來 這個黃偉是連律師都不請 人也不到 這個完全無視法院的存在等於是 所以 所以我是覺得 他倒是 不得不小心應付 應該是這麼說 當然 碰到我們這樣子的 這麼頑強的對手 因為你要知道多少的 小老百姓就在訴訟中 可能 對於 打不下 對於法官的這種強勢 很多被告都要崩潰了可能 當事人都要崩潰了 那今天因為我們還算是可以在這個法庭裡面強勢的表現 你要知道多少當事人是沒有辦法的 至少你們的黃金組合 還有能力對抗 不容易 因為你要知道 很多的當事人 甚至包括他有請律師 都擋不住 法官對一方當事人可能的這種不公平的態度 不公平的甚至作為不公平的想法到不公平的說辭 這兩天才有一個台南高分院的判決 判決地院的法官是 等於就是 因為他的態度上顯現出來就是違法取公 所以法院就高分院認為 地院的法官的問被告的話 被告回答的都沒有證據能力 不能採為證據之用 因為被告是被 法官的高壓政策高壓的說法之下去認罪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台灣的很多的人民 在訴訟上是受到很不公平的待遇的 對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的攻防這一點 因為我們這個案件告了黃國中黃院長 兩個親權四有 那一個就是說 他審核了新聞稿 且發布了新聞稿 那在審核過程之後呢 他還有洩漏 其實也洩漏給媒體記者 所以這個新聞稿本身在正式建立文檔 跟正式發布之前 三例就已經報導了 這個新聞稿還沒有正式建立喔 這個部分除了是我們對張永慧的攻防之外 其實跟黃國中也很有關係 沒錯 我們認為就是張永慧跟黃國中商量出來的 因為法律上 為什麼我們這樣講呢 我們這樣講是有依據的 因為第一個 法令的規定是新聞發布要點的規定 台北地方法令新聞發布要點的規定是 法 就是審判庭的法官 就是審判案件這個法官 必須擬出新聞出稿 新聞的出稿 那這個新聞出稿要送給什麼 院長被告審核 那審核過了之後呢 才會丟給那個發言人士 就是行政庭長 去 一般記者是公共關係室啦 那個行政庭長 去發布新聞 反正一定有進他的手啦 對 那就是說 但是他今天開庭 他說我有協助發布這個新聞 但是新聞稿 他一直說新聞稿不是他寫的 他現在在推這個東西 那當然這一部分其實我們 手上有一些證據 到時候可以再補充給法院 這個部分就是說 他也必須詳細再說明 那就是說 整個講就是說 這個新聞的出稿 必須由這個 做判決的這個張法官來寫嘛 那他寫完之後 他必須丟給那個 這個院長被告來審核嘛 那審核通過了之後 才能夠去發布 那我們很清楚就告訴我們是說 真的是他審核之後 才丟給那個行政庭長 所以行政庭長在3點24分 才拿到這個新聞稿 他在建立這個檔案 然後3點54分才發布啊 但是 在行政庭長建立這個 新聞稿的檔案跟發布之前 3例就能報導了啊 然後在他建立這個檔案 4分之後 這個我們中國十八也報導了 然後在五分鐘後之後 就自由十八也報導 所以你一個 你記者拿到這個新聞出稿 再加上你作為時間 其實二十八、二九也算蠻快的啊 所以 所以 特別是3點14分 更是在這個行政庭長 就發言人拿到這個新聞出稿的之前 他還沒把這個檔案建立之前 他就被發布掉了 被洩漏出去了啦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就是 法官認為說 那我們是要加告這個 這個被告有洩密的行為 沒錯 我們要加告他這一點 就是說 這個就是他發布新聞稿 最主要的目的所在嘛 目的就是 要透過這個新聞稿 讓你措手不起 因為 如果新聞稿是正式發布的話 我們都看得到 對方跟我們 大家都看得到 一起看到新聞稿 那看到新聞稿的話 新聞稿裡面都有理由 所以這時候彭P就可以 可以按照我的起訴的理由 跟他所寫的理由的對照 現在他就可以跟記者媒體 就加以澄清解釋 等於有達到一個平衡報導的效果 但是因為 提前歇密的情況 這個彭P就被 就被暗槓打了嘛 就被Campo Day偷打了一頓了嘛 等於是說 他完全沒有即時反擊 跟平衡報導的機會了 對 等於說我們記者要問他說 欸 你被判敗訴了 他根本不曉得理由 他也不曉得怎麼回應啊 對啊 那如果說新聞稿爆出來之後 他可以從新聞稿正式看 欸 正式看那個理由是什麼東西 然後他就可以一一回應 所以這些今天是有機會陳述到的 這個部分今天都 呃 對 今天這個部分都有陳述了 就是跟隨這個 這個新聞稿的這些發佈啊 建立的十點這些都有陳述 那法官都有耐心聽完 然後法官也理解到我們的主張是什麼 就是說 確實我們的主張是有合理依據 就是說 確實是被告做判決這個被告呢 在委會呢 他 他應該是在他的新聞出稿跟被告黃國中 共同討論 確認之後呢 就洩漏出去了 然後 之後才交給廳長 那廳長才去處理 才發布新聞 對 才變成說記者先報導 然後 法院的新聞稿才 在後面才正式出來 差了四十分鐘欸 這法院的新聞稿 弄好了之後發布出來的時候 上網正式公開的時候 是三點五四分 但是三點十四分 三立就報導了 對啊 所以說今天至少這個法官 還有耐心去聽啦 所以說 呃 這場戰役就希望說可以一直公平下去 這是第一 這是我們第一個喔 今天我們告黃國中的第一個暗誘喔 那告黃國中的第一個暗誘 就是說 他不是 張文輝的判決不是 我們上訴高院之後 被撤銷花圍的嗎 撤銷花圍之後呢 欸 我們說你怎麼又可以 又分給同一個法官辦理 對 怎麼又分給張文輝辦理 那很奇怪 對 然後我說這個 然後呢這個 那張文輝開第一庭的時候呢 就把我們跟 被告這黃國中院長 陳情的那個 就說欸 你應該重新 重新分案喔 我們就跟他 陳情他嘛 就要重新分案 不能夠給原諒法官啊 結果他就丟給張文輝法官去處理 我是跟 法院院長陳情 結果呢 他把這個陳情書呢 丟給張文輝法官 就是花圍更審之後 第四開庭去處理 把他當 當作程序事項在處理 那我們說對不起 張文輝法官你沒有 你沒有權利處理 後來張文輝他就 他就不敢處理 因為 我說我發文最好不是給你 然後這個不是我們訴訟主張的事項 所以 你依法你不能處理 他就鼻子摸著 沒辦法處理 所以這個案子 我跟他就說 我們告 這個發揮更審案件呢 依法我們主張應該重新分案 那我們也跟被告院長 這個要求重新分案 結果呢 兩次呢 文輝兩次他都自私不理 他還拒絕啦 還公開拒絕 說他沒有權利喔 這個是法官脫離審判 分案事情他管不著 結果呢 我們就拿出證據 我們就拿出台北地方法院的分案的這個規定嘛 分案要點 分案實施要點 然後也找其他 北區的法院的這個 我還沒找中南區 就找北區法院的這個 分案實施要點規定 跟法案報告說 跟今天法案報告說 你看被告根本就有權利啊 有責任喔 如果這個分案有錯誤或分案有問題的時候 他是應該要送請分案單位 就是有權分案的單位 去重新審酌的 或是重新分案的 所以這部分就是很清楚的 那這部分今天 他們就這個 被告的律師就這部分 他也分案的規定 他也沒辦法否認 他也不否認 那這個案子就是 其實接下來就還蠻有必要 把張委會當證人傳過來齁 對 我們這個部分就是說 有可能會 有可能會傳訊到張委會 因為也有可能傳訊我們發言人黃庭長 行政庭的庭長 也就是公關室的這個發言人 他來作聲 為什麼 因為如果被告確實 最後他還是把這個新聞稿的 這個撰寫出稿的人 推卸責任給這個新聞發布者 就是公關室的這個庭長他寫的 而不是張委會 或不是黃國中寫的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要請黃庭長來對質 到底是你寫的還是 張委會寫的還是黃國中協助張委會 審稿完成的嗎 這個地方就是 包括審審稿 就是要作證 這個地方來講 我們也點了一下 法官好像也沒有 那你在劇狀說明 所以也沒有說 就是說有不好的態度 或是直接國會的意思 所以是有機會 那進一步張委會法官 當然這個地方來講 也有可能也需要來作證 但是我們看看 我們就是目前評估 因為如果找張委會來 我們再評估說 會比較厲害衝突的狀況 他可能會回復 為何會不會看 會不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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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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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